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持續的強拆破千的正當性 而現在 我们可以看到一把一把的泥土 填到了我们居民 我们抗争的伙伴身上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政府接下来 就是要这样理所当然的 开着他们的怪手 开着他们的推土机 来把已经倒在地上的人民 给铲除走 刚才大关所领地 守护家园变被告 守护家园变被告 在去年的5月4号 我们大关社区 带着我们的居民 要到前任的行政院长 林全家楼下 在等他下来 又给他澄清 要告诉他们说 现在大关社区 状况很艰难 很急迫 没想到院长 一下车之后 看到我们手在楼下 头也不回的 上车就跑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为了要让院长 可以听到我们的诉求 我们试图到车子的前面 到可以让院长看见的地方 去高举我们的手举牌 高喊我们的口号 就是为了让院长 就算他不能听见 他车门紧闭 就算他不能听见 也要看见我们的诉求 结果没想到车子到最后 还是就开走了 留下学生 还有一群 一直不断 一直不断在压制学生的警察 留我们在路中央 记住的需要 政府都把我们 忽略掉了 我们有人权的记住权 我们有向上反令的那个 行动 他相关部门都不采纳 造成我们那个 前提的大关注户 都相关的不安 强拆在继 希望政府能多考量 我们那个大关基民的弱势 这一次的这个行为 其实是因为就是 主法姨他们真的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继续守护他们的家 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 今天做出这样的行为 真的已经是 就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府 在就是看到人民 做出这样的行为之后 还是不愿意去正视各位 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甚至用这样的司法手段 在打压各位叔叔阿姨们 那大家其实都知道 我们家是我们一个人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没有了家我们就是很难去完成很多的事情 那 从这次仿道队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可能黄叔叔 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 他正在遭受一些危险的时候 你会很下意识地想要去保护一个人 警察还对十个高达十个参与的伙伴提起告诉 最后六位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六位喔 被警察官倾诉用的是什么罪名 用的是妨害公务用的是强制罪 而妨害公务跟强制罪 就我们以往 集会游刑法的运动 来看就可以知道喔 当政府没有办法 用集会游刑法 顺利地排除 及打压 这些抗争的时候 就会用到 就会用到刑法上规定的妨害公务 以及强制罪这样的手段 来对运动者提告 我在我的所觉里面 其实很强调一个名词 叫做人地关系 什么是人地关系 就是土地上的居民 和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故事 还有他的环境所串联出来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 其实在大关社区 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从大关社区 在富联一村的时候 他们作为市场 之后由居民 他们自己组建起来的房子 而这个变化 其实就代表了 在福州 在板桥地区 一个很特殊的生活经验 还有一个发展史 但是对于政府而言 政府他们所看到的 就只是土地使用分区 和产权 这几张纸 还有他们手上的权利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人民 政府其实明明都签订了两宗约 明明还有很多法律 还有很多的机制 其实是可以寄行原地安置 让这些生活经验 让这些故事可以继续保留 继续延续 让居民的故事 其实可以延续到 延续到后人 让未来的人是可以了解 这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今年的5月4号的时候 我们和退府会开了一场协调会 结果在那场协调会上 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副主委李文中 他的态度 从头到尾 就是很亲密 完全不听 自救会的居民来发言 完全不听 自救会努力去想出来的 这些客行的方案 结果最后 在居民的反弹声让下 他自己就进行离席了 而这个事件 也引起了社会的波澜 让更多关心土地正义的人 来知道我们的事件 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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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